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与美国安全顾问沙利文 5月10号至11号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会晤 会谈横跨两天 谈了八个小时 那么中美两国高层会面事前未闻各种风声来得有点突然 与此同时 中国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 出访乌克兰 波兰 法国 德国 还有俄罗斯五国 针对如何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展开斡旋行动 就在此时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 乌军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准备反攻俄罗斯 那么从乌克兰战局到中美关系 气氛形势都相当的迷离诡谀 看不太透 所以想听听看石先生您的观察和分析 没错 在过去一个星期除了在西安跟广州 在广岛分别举行的中国中亚峰会跟极其峰会之外 我相信大家最关注的 有专家学者最关注的 还是在维也纳 中美外交高层 就是王毅跟沙利文这个长时间会谈 那么这个会谈我觉得有特殊地方 有三个关注的一个焦点 看点 那第一个当然就是说地点 在维也纳 这就说明什么 说明中美关系现在还不是很好 因为双方都不愿意到对方的国家去 因此就互相妥协调一下 就到第三地 那么第二个就是突然 因为这件事情事先没有任何消息 那么后来根据美国之音引用知道类情的人说 这个会议在一个周 就一周之前才双方才决定的 所以匆匆忙忙就安排在维也纳会谈 那么说明这个中美关系虽然不是挺好 但双方面也觉得还有一些事情可以谈 或者应该谈 而且要赶快谈 是吧 那么所以在双方谈 第三个就是谈的时间很长 有人说是八小时 有人说十个小时 应该说是相当全面跟深入谈了 那么事初突然又谈了两天 大家自然都在好奇谈了些什么 石先生您怎么看呢 对 事初突然谈了很久 那么从长期来判断 当然第一就是一定谈的是大事 第二谈的一定是急事 那么第三一定是中美两国共同关注的大事或急事 我的意思说是单方面关注的 那未必能够就摆在会谈里面来谈 您说到又是大事 又是急事 又是双方共同关注的事 那究竟是哪些事 具体是什么 是俄乌战局吗 那么究竟什么事呢 就必须要放在这个大背景跟大局势来先做一个观察 我们现在看看 就大局势跟大背景来讲 中美两国现在目前情况是美国比较着急 但你只要看过去 几乎是半年多以来 美国的将领也好 美国的部长也好 国务卿等等 不断的释放讯息 埋怨中国不接他们电话 埋怨中国不让他们到中国去访问等等 说明美国是这个急的是非常急切的 那么中国呢是相对不急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中国应美国要 这很明显的是你急嘛 所以应美国之要 那么到维也拿去谈 那么也表示中国呢 也觉得是有一些事情是可以谈的 而且是应该谈的 那不妨就深入来谈谈 那么就中方来讲 愿意跟美国来深入来谈的 可以谈应该谈的 不外就是两个 一是俄乌战局的问题 第二就是台海 尤其是台海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 中国就愿意 如果你美国愿意的话 当然这个从美国那方面来讲 美国很希望能够谈的 还有一个问题 也许更希望谈的 就是美国经济或者美在的问题 那这个方面 中国基本上不太感兴趣 除非看你别的情况谈了如何 再做决定 所以看来大概率呢 就是俄乌战局还有台海 其实这两大问题了 那我们先来聊聊 这个俄乌战局啊 您认为中国和美国 现在目前各自有怎样的 想法和做法呢 我想很多人都注意到 从去年2月24号 开打的俄乌战争呢 到现在为止一年多了 这一年多大家看 越看越清楚嘛 就美国是真正的最后的 营误者或者是这个主导者 是吧 那么但是打了一年多以来 现在形势呢 跟开场之后 有点不太一样了 因为你可以看到 现在所有的参与方 不管是乌克兰也好 这个俄罗斯也好 几乎就快打不下去了 那么甚至于欧洲呢 也无心恋战了 很多国家 那么虽然美国还是持续要打 但是现在形势变了 什么形势变了 因为中国出手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在今年2月24号 就是开打一年之后 一周年 中国就这个发表了一个 关于政治解决 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 而且这个中国的这份立场呢 很受到俄乌双方 或者是欧洲很多国家的 高度的期待或者肯定 这就让美国就比较被动了 是吧 美国呢 就被中国占了一个道德高地 美国虽然心不愿情不愿地 不想跟进 那也不能不跟进 这就目前的一个新的形势 当然中国也很清楚 那这个事情最后 如果没有美国在某种情况下 愿意跟大家沟通来会谈话 也是谈不了成局的 所以最后还是要跟美国谈一谈 看来这盆棋啊 中国下得不错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中国我们看中国做事情呢 基本上就是谋定而合同 首先我们已经注意到了 这个中国领导人 跟接了一个乌克兰哲伦斯基总统 期待了很久的一个电话 这个中国领导人终于接了 那么在这个之前 我们也注意到 中国跟俄罗斯之间 乃至于法国跟德国的领导人到中国来 都对这个欧战局做了充分的交换了意见 所以我相信这个大致上 大家已经都通过气了 那么现在在跟美国 在跟他协调沟通下 看看能不能再进一步 所以与此同时呢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就派出了一个欧亚特使 李辉 出访欧洲 先后要访问乌克兰第一个 波兰第二个 然后法国德国 最后俄罗斯 那么所以目前的局势呢 是有进展了 这么看来啊 俄乌战局的停火 终于看到一丝曙光了 真的很不容易 我记得去年俄乌战争开打时啊 您就不止一字的分析和评价过 中国在这场战争当中的 斡旋和角色了 没错 那个去年二月底开打之后 我记得最早一次三月 我们当时就根据有些讯息就判断 有这个机会 可能双方面会谈了 但是呢 好几次到最后都后来证明 事实上都不存在 OK 这里有什么原因呢 后来就发现到 真正的原因 关键都是在美国因素嘛 是吧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场战争 到现在我给大家看得很清楚 就是只有一个国家 真正喜欢打这个战争的 就是美国 美国就是这场战争的始作俑者 美国不但始作俑者 而且是拱火者 继续的这个主导者 那么但现在形势不一样了 我刚刚讲了 现在美国有点被动了 是吧 因为中国下了线索机 那么再来一个 这个欧洲很多国家 现在都已经无心恋战了 是吧 那最重要的是 两个当事国 现在已经打不下去了 这个子弹都 炮弹都已经缺乏了 那么目前是这样一个形势 那这么说来呢 中国这次出手斡旋 成功的机会 比之前要大了 至少可以说 开了一个好头吧 因为整个形势在最美化 因为中国现在看到这个形势 最近我相信 很多人都注意到 乌克兰总统 那个哲林斯基讲了一句话 是吧 他说这个 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 来进行反攻 那我觉得这句话里面 已经传达出 非常多的微妙的讯息了 我们也祝愿这一次 中国欧亚特使李辉 能够任务顺利 我觉得李辉的这个使命 是任重而道远 所谓任重呢 大家看得很清楚 这次外交的行动 难度是极高 可以说是相当相当高 高到几乎是不太可能 但是呢 中国觉得还是 应该还是要去努力看看 是吧 那么任重呢 如果这件事果然成功了 而且甚至局部成功的话 那对中国来讲 就是在这个成功的斡旋了 沙沙拉伯跟伊朗 这对世仇之后的外交成就 又一次外交的漂亮的出击了 真是值得期待了 那么在中美大博弈 除了这个国际外交方面 还有就是台海和台湾问题了 所以你认为这也是这一次 王毅与沙利文长达 八个小时的重要内容之一吗 这一方面你有怎样的一个观察和判断 而且目前台海局势应当怎么看呢 那肯定是他们会谈最重要的内容 那么这个形式要怎么看 当时还是要摆在大局势 跟大背景上来看 我记得大概在两年前吧 这个英国的经济学人 就有一个有一期 那么封面标题 就指出台湾问题 台海形势是全球地表上 最危险的地区 这个时间是两年前 也就是2021年的4月底 也就这个时候吧 那么当时就已经被看得 是地表上最危险的地区 那么现在事过两年 我觉得越来越危险 而且我认为 从现在开始的未来18个月 将会进入到所谓的高危险 您刚刚说还要更危险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您是指明年1月的台湾大选吗 台湾大选明年1月是一个变数 但是不是一个绝对大的一个变数 那我认为最大的变数 是明年11月 明年年底 美国的大选 那么从现在开始算起 到明年11月正好18个月 所以我认为这段期间 会越来越危险 就是相较于台湾的大选 为什么美国的大选 您认为是一个更大的变数呢 没错 那这个就跟美国 现在两党的恶斗有关系 这个两党恶斗 大家现在看得很清楚 已经斗到了一个歇斯底底 这个完全不讲理性的地步了 因为民主党跟共和党 就是逢对方就必反 就是你共和党的 我民主党一定反 不管你讲得多么对 同样的民主党的 我共和党必反 但是在一个问题上 双方面高度一致 那就是针对中国 敌视中国 那么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两个政党为了争取选票 绝不能示弱 绝对要在对付中国上 要表达出非常强硬的态度 而且是越强硬越好 这么一听的话 就是在未来18个月 美国两党在中国问题的立场上 会越来越硬 而且是没有理性的 甚至是离谱的硬 特别是在打台湾牌制上 对 因为美国的国会 不受到其他方面的监督的 是吧 因为他们已经冲到 这条路上去的话 那这个形势就很容易失控 那么这样这个情况 就往往想到了 就一年前 新加坡的副总理黄勋才 在针对媒体访问的时候 形容中美关系 乃至于台海局势 他用了一个形容词 来比喻当时 他比喻看到这个情况的一个危机 我觉得用得非常妥 但是那个时候 我就听不太懂 他为什么要用这么一个形容词 但是现在我听起来 我觉得这个形容词 是入目三分 那他到底说了些什么呢 到底为什么如此的精彩 和入目三分呢 那个黄勋才 是在去年的8月15号 接受美国的一个媒体 彭博总编辑访问的时候 那你要知道去年8月 去年8月初 正好是美国副国卿 那个叫佩洛西 美国国众议院议长 对吧 佩洛西到中国 到台湾串访 那么引发了台海之间 中国大陆解放军 对台湾的围堕演习 所以形势非常紧张 也就在那个时候 黄勋才针对台海问题 讲了一段话 他说中美现在正在走入了一个 令人非常忧心的一个轨道上 我们来看看他那段话 他说我们开始看到 两国正在做出一系列决定 一系列 那么这一系列将把我们带入了 越来越危险的领域 正如他们所说的 没有人愿意 美国也这么说 中国也说 没有人要故意 要参战或打战 但我们会如梦游般的 逐渐进步入冲突 这个梦游般 我觉得形容得太精彩了 这什么叫梦游般呢 梦游般大家就去想 就是你不知不觉的 就会进去嘛 梦游这个字 梦游般的进入 为什么要这样的一个形容呢 具体怎么样解读 那我们知道梦游 就是表示一个人还在睡觉中 但他起来走路了 是吧 但他事后又不知道 这就叫梦游的概念 所以中国跟美国 现在尤其是美国两个国会 国会中两个政党 他们在拼命多多多 他们都不知道 他们这样一个做法 会把整个台海形势 会把整个中美关系 就不知不觉的 步入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 所以我认为黄金杰这个话 我觉得是 点评得非常精彩的 不知不觉 这一分就相当明白了 那看来未来18个月呢 中美关系和台海形势 的确让人担心 那么中美真的会因此一战吗 中方又该如何去面对 而中美博弈的终局 究竟是核 还是战 欢迎回来 很早之前 石先生针对台海形势 还有中美关系 就提醒或预告过 似乎从远处 已经传来 东东的战鼓声了 那现在看来 战鼓声 的确是越来越近了 那石先生 您能不能再大胆地 预测一下 中美果真爆发冲突的概率呢 我想到的白居易 在《长恨歌》里面 有句名句 就鱼羊屁股动地来 这句话用来形容 我感觉到台海目前形势 非常贴切的 那么你刚刚的问题 到底这个会不会怎么办 我们看看大数据 好吧 这个最早提出 虚底的陷阱的Edison 在2017年出版的一本书 收集了500年来 全世界16对老大老儿关系 那么其中最后呢 有12对 就75%呢 发生战争 那么只有4对 25%的概率呢 这个走向了和平 所以你刚刚的问题 就是说台海目前 会走向75%的概率呢 还走向25%的概率 对 就是说 究竟是走向75% 还是说有可能会走向25%呢 好 那么这个问题呢 就要看这个中美双方面 现在各自的战略思维 跟各自的战略计算了 我们先分开来看 我们首先看美国 我们看美国呢 现在确实对中国的崛起 对美国这个霸权 所感受的威胁是越来越大了 所以早几年的时候 我就说中美之间呢 一定会走向越来越紧张冲突 当时还有很多人不以为然 那现在看起来 美国狠地把中国往实力打 应该没有什么悬念了 对吧 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到拜登 越打越凶嘛 对吧 但是美国打到现在 我们可以发现到 美国相当相当的无力感 为什么呢 打了之前两张牌 一张是科技牌 而打下去不一定最后有胜算 唯一手里面比较有把握的牌 就是一个台湾牌 目前的情况是变成这样子了 对吧 的确是这样的 最近一阵子呢 美国打台湾牌 真的是越打越急 越打越猛 那如何观察 美国打台湾牌这一路数呢 美国台湾牌有两种打法 这个第一种打法呢 就是设法挑起 或者制造一场战争 或者制造一场冲突 那么这一个方 这种打法呢 又有两种不同的形式 战争还有两种选择 那究竟是哪两种选择 那么先讲第一种啊 第一种呢 就像这个我想到2016年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 对美国政府很有影响力的 就发表了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呢 这个当时这个报告名字 就很引起大家注意 想一想 那难以想象的战争 讲中美之间啊 当时很多人根本的难以想象 中美之间会爆发战争嘛 2016年是吧 但是那个时候 他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分析了 而且分析了各种状况 强度的 这个极强度的 中强度的 短期的跟长期的 分析下来 那美国为什么要有这种设想 就是因为美国想要制造一个 所谓常态性的 注意啊 是常态性的 这个不是很大规模的 一个冲突在台海 那目的就是希望 制造中国各方面的混乱 包括金融的经济的 社会的政治的 那么彻底打掉 中国崛起的势头 你可以看到 那个时候他提这个概念 你可以看到最近这几年来 美国不断增加台湾的军事力量 把台湾搞成一个火药库 把台湾搞成一个地雷岛 那么甚至把日本韩国 通常要拉进来 那么美国的做法 基本上就在朝这方面努力 是吧 听起来真的是相当可怕 果然是难以想象 那实际上 您如何来评估它的可能性呢 那因为这个报告呢 撰写在这个2016年 就差不多距离 现在78年前了 当时美国用这么一个想法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这78年我们看 中美在这个西太平洋的军事实力 又出现很大变化 应该说是美消中长 所以美国要继续 用这个方式 我觉得胜算在随着时间 而逐渐降低 也就是说时间越久呢 对美国就越不利 那么美国又该有 如何的打算呢 那就可能会选择 另外一种调动战争的方式 那么这个就更可怕了 那就是采取一种更极端力量 我的推理是这样的 那么首先呢 就是你要看美国的处境 美国现在处境 真是越来越糟 糟到很多问题 它根本没有办法去解决 那么这对美国来讲 就走向灾难嘛 对吧 那么而且面对着 中国的快速崛起 现在连这个中国 很多中国朋友 把当做好朋友的基辛格 他都讲话了 必要的时候会动用一些手段 当然这句话 你看他怎么去解释 我还记得 我之前也讲过 就美国到了走投乌路的时候 他也会狗急跳墙 上个星期我们在分析 美国这个运势会走下坡的时候 我也特别提醒中国 就必须要防着美国 这个在这方面会采取一些极端的行动 但是总的看来 目前的形势呢 也是一样 时间越久 对美国来讲 就相对 就失去这个机会 相对不利 因为目前的形势 还是中长美效嘛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美国又该怎么办呢 他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那我们刚讲 台湾派有两种打法 那就换一种打法嘛 那另外一种打法啊 具体要怎么打 怎么一个打法 刚才我们讲 第一种打法 就是发动一个战争 那就是战 对不对 就是交战 那么另外一种打法 就是交换 是吧 那么采取另外一个方式 这个美国做资本主义国家 他不是 他不是没有 没有可能来思考这个问题的 那这种台湾派的战略思维 我们又该如何去理解呢 石先生 好 那就要把中国跟美国 这个分别的战略思维 乃至于这个计算 要把它摆了一道了 我们刚刚是分开来看的 现在摆了一道 摆了一道的话呢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在中国跟美国 在这个博弈 或者说斗争的形式上 基本上 对美国来讲 是越来越吃力的 同样还是把时间 这个因素考虑进去 那这个形式 对我们做形势的判断 是非常重要的 您指的是 美国自身面对的 各种困难吗 对 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 说到底 就是它的财政问题 那财政问题呢 表象就是 美国的债务问题 那我们现在 大家都看到 美国的新闻都很清楚 美国现在面临到 这个债务上限的问题 国会里面 天天在辩论 总统也在跟 国会的议长 在不断地沟通 我觉得这个问题 容易解决 因为美国过去 每一次碰到这个问题 就把在线提高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问题 不是真正的难题 难题呢 是以后的长期问题 因为美国以前 提高了这个 债务问题上限以后 它继续可以发债了 继续可以发债 只要有人买 它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那个时候 有中国买 有这个日本买 还有美国自己的 很多企业都可以买 是吧 但现在的问题出来了 就在这一两年 我发现到 去美元化的风潮出来了 这个美国的债 是以美元 作为一个计价标准的 大家都不要美元了 当然就影响到 美债的发行 这个中间 我过去讲过 美军美债 跟这个美元 这三个 三美问题 所以美国现在 开始出现新的问题 这个问题长期来讲 根本没有办法解决的 所以您认为 美国这一阵子 包括国务卿 财厂 商务部长 甚至连拜登 都期待访华 或是与中国对话 都与私有关吗 而且都希望 中国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助美国一臂之力吗 我的观察 大概率就是如此 那就很奇怪了 您想 既然有求与中国 那美国为什么 在这个台湾问题上 还如此过分 而且不仅如此 还包括经济 贸易 产业 科技 方方面面对中国 如此的强硬呢 您问得好 那么这个 对中国的强硬 过去一段时间 它还没有真正碰到 我刚刚所讲的一个问题 还没有真正感觉到 这个火烧眉毛 这种感觉 我讲的这个 再兴问题 或者是美国国 在发布出一种问题 那么到现在呢 现在回答你问题 那现在反而把这个问题 变成另外一种 他说好 我现在可以打算 把台湾来 不跟你作为一个 交战的一个筹码 而是作为一个 交换筹码 好 那我继续在台湾 这个会加码 就让你在跟我谈 有关台湾问题的交易上 我会有更多的一个筹码 增加我这个 在进行台湾交易 问题上的一个优势 这里就有一个 关键的问题 您说的对 那整个形势的发展 必须同时有 中美双方各自的 战略思维和计算了 那么如果美国打算 打这样的一个台湾牌 中方又该如何回应 而且中方会接受吗 我认为有一个 很重要很重要的 基本原则 对北京来讲 对中国来讲 那就是 只要能够和平 解决台湾问题 和平两岸统一问题 那任何的 课题都是开放的 没有问题的 都可以谈 那当然 回答你刚才的问题 到最后 就是中国跟美国 打算就这问题来谈 到底会谈到什么样的地步 基本上 还是要看美国 你到底愿意 跟我谈些什么东西 你愿意 拿出什么样的一个 交换的一个条件 而定 那这么看来 台海形势和中美关系 不但是诡谓复杂 而且其中还充满着 这个悬念和危机 那时间上呢 您分析了各种可能 那就是战 或是不战 战又是如何的战 不战又是如何的不战呢 而且除了推理之外 线索有时候 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未来的台海 有什么线索可循呢 精彩分析 请继续收看评说新语 石先生 今天评说新语的题目 是什么呢 危机解密中 暗藏的台海密码 哇 危机解密 您指的是阿桑奇 泄露的那些机密吗 一定没错 这个阿桑奇 在2016年的时候 公布了一大梯 这个美国的一些 机密的文件 那里面呢 其中有一段呢 就是今天我要 跟大家来分享的 那个时候呢 就是说他分享的 那个里面有一段 是2011年 2011年呢 美国当时国务卿 叫希拉里 就奥巴马时候国务卿 他呢 有个办公室主任 就是沙利文 沙利文 注意听啊 就是我们今天一开头 讲到那个沙利文 跟王毅在奥地利会谈的 那个沙利文 沙利文那个时候 做希拉里的顾问 或者办公室的一个助理吧 他传一封电邮给希拉里 引用的是一位 美国的一个专家 叫肯恩 肯恩写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主要内容 就是说 他建议美国政府啊 跟中国来商谈 来进行一个交换 就是把台湾交给中国 换取中国一笔勾销 当时中国啊 这个拥有了美国的 一万多亿美元的一个债权 用这个东西来进行交换 那希拉里看了这封电邮以后呢 就给这个沙利文给回了一话 他说我看过这篇文章了 我觉得这个想法很聪明 让我们来谈谈吧 就到这里为了 因为没多久以后啊 希拉里就不干国务卿了 这个故事也就没下文了 但是呢 我刚提到沙利文 这个沙利文 就是那个沙利文 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王毅 跟沙利文在奥地利会谈的沙利文 所以我今天讲这段故事 大家会不会产生一点联想力 视频天下 希望你喜欢 下周同一天再会 为财动力 凤凰大视野 也喜欢 来